树街上徽 为救AV而深陷困境的信义 此刻正被迫与二刀流的高手天野一郎决一死战 信义虽说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刀鼠修炼 但经历过无数场的实战之后 她在刀法上的造业也是相当出众 寻常人等根本就不会是她的对手 可是就在今天 她的对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高手 这不才刚一开战 天野一郎手中的战刀便是插入了信义的体内 妈的 这个人的刀法真的是相当厉害 但如果不干掉她的话 相救AV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先去干掉雷公子呢 不行 以我与雷公子现在的距离 就算我能劈了雷公子那个杂碎 但同时也有可能被这个二刀流给一刀挂掉 看来除了干掉这个二刀流之外 是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三刀六动我都没有怕过 凭这一刀就想解决我信义 简直就是个笑话 在一刀逼退天野一郎之后 信义便是神知起了现在的环境 而在觉得别无他法之时 当好了一生的信义 便是疯狂的向着天野一郎冲了过去 天野一郎可能是准备的不够充分 所以挡下信义的刀锋之后 竟然就差点被夺过他反击的信义 给一脚踢进火里 妈的 你这个二刀流还真够训的 怕开了 感觉丢了面子的天野一郎 举起双刀便朝着信义劈了过去 而信义则是举起宝刀 就与天野一郎的战刀撼在了一起 只听得当的一声 爆炸力谦逊一筹的天野一郎 便是直接就被压了回去 岂不可适 信义随即便是疯狂的挥起了手中的宝刀 当当当的翠翔不绝于耳 信义疯狂的猛攻 天野一郎则是全力的防守 在一刀逼退天野一郎之后 看向AV脚下冰块的信义 随即便是停止了自己的攻击 不行了 如果对面那个二刀流一直死守 那么AV可就要坚持不住了 喂 下一招就定胜负吧 よし 二人虽是直交手了十几招 但天野一郎已是深深的觉得 信义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对手 他的刀意并非出众 但尽可跟自己斗个部分上下 除了有一定的实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信义绝对有这一颗不灭的斗心 这种永不言败的无视道精神 叫天野一郎很是心掌 至于信义 除了要解救兄弟之外 还要让眼前的这些家伙知道 香港的矮罗子绝不好惹 背负着龙城邦的荣辱 信义更是不容有失 就在这说话之间 手持宝刀的信义 便一飞速地向着天野一郎弹了过去 然而直听得咔嚓的一声 信义手中的薄刀 竟然就被天野一郎的半月斩 给直接劈成了凉拌 而就在信义愣神的一瞬之间 天野一郎手中的斩刀 便是直直地朝着信义横斩了过去 你败了 他的刀势是又急又狠 相信不消半秒 便可直接取下信义的手机 信义与AV是否就此混沌澳门界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当镜头转到阿七兵时的时候 陈洛军与兰南 便也收到了二人被虐的照片 AV有事 你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 信义叫我不要告诉你 他说他一个人 说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与照片一起寄来物品的兰南 顿时便是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那是一只被削掉了所有指甲的断掌 刚刚看过的照片里面 正好有一张是信义被人调去了所有的指甲 那这断掌 就 就是信义的了 不 不会是他 不会的 放心吧 这只断掌不是信义的 因为如果这只手是信义的 那么雷公子肯定会拍下信义断肢的残像 他给我们寄来这只断掌 只不过是想我惊 想我乱想我慌到即可去澳门 希望在坏死之前 帮信义接回那只手掌 可是 他们两个落到雷公子手上 现在的情况肯定很不乐观 收拾几件衣服 这几人要暂时离开九龙城了 想要带过蓝南之后 陈洛军立刻就前往了庙间 龙城帮帮主被人劫持 陈洛军自然是要找兄弟们商议对策了 在阿贵口中得知 龙城帮与雷公子并无恩怨之后 陈洛军便立刻的沉死了起来 没有恩怨 那就是单纯的要踩过江了 可是想要踩过江 也没有来动龙城帮啊 龙城帮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帮派 惹上龙城帮 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可无论雷公子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陈洛军都必须要去澳门走一趟了 仙怡和AV不能不救 那就好好部署一番之后 再来一个猛龙过江吧 那阿贵 我过去澳门之后 这边肯定就会有事发生 这几天你叫兄弟们备好家伙 一旦有人惹事的话 不用收人 赵斯坎 黑皮仔 这几日城寨不安全 蓝蓝会暂时住到秒街 你帮我贴身保护他的安全 OK 好 洛哥 你就放心去救人吧 我保证阿嫂在我们的地头 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哪个敢靠近他半步 我连脚都给他砍下来啊 是啊 雷公子搞你们龙城 就是搞我十二少 一句话 这一次我一定撑到底 香港这边看起来是不用怎么太担心了 但陈洛军又真的能在澳门界 把AV与新一救回来吗 这 这怎么看也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啊 这个不止一次创造过奇迹的男人 这次又真的能够扭转乾坤吗 战事一事一触即发 龙城帮上下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无论是阿鬼的调兵前将 还是黑皮仔与吉祥的疯狂训练 都已证明 所有人均是进入了备战状态 至于陈洛军 在熟睡了一晚之后 便是乘坐渡轮来到了澳门码头 然而他才刚一下穿 便被雷公子手下的喽啰给盯上了 已经见到陈洛军了 雷公子已经下了命令 只要这小子一出码头 便看到他妈都不认得 雷公子要让他死无全是 由当日那一句你吃屎去吧开始 雷公子便已决定要砍死陈洛军了 而码头一带早已埋伏了大量的刀手 只待陈洛军走出码头 他们便可尽情地虐杀陈洛军了 那么独闯龙潭的陈洛军 到底能否化解眼前的这次危机呢 他又真的能够救回自己的兄弟吗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